量先架行 昨天創了新低量 但是架穩 今天只要補量就妥了 果然今天量增上漲 利空出境多頭回旋 鮑爾今晚才談話 怎麼台股連二談 多頭們別再錯過反彈的機會了 指數測試萬無 有稱找到主流股就對了 接著會市超跌股來接棒 幫大家抓出正在起跑線的個股 想要跑得穩 跑得快的股票 訂閱頻道就可以知道名單囉 也要記得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股市和小店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禮拜五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在禮拜五的時候掌握到下個禮拜的行情 我們今天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 陳崑仁分析師老師好 Coco好 大家好 老師台股感覺氣勢滿如虹的 是的 因為連續兩天都反彈了 而且在鮑爾他都還沒有談話的時候 台股就反彈了耶 到底要怎麼來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鮑爾今天晚上才談話 怎麼台股連續兩天都反彈了呢 利空出境多頭回神 接下來會輪到超跌股來接棒 今天幫大家抓出來 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台股走勢 昨天美股收漲 台股今天也是開高震盪走高 電子股領軍衝鋒 金融航海網來助攻 盤面當中的觀光 還有車店族群氣勢如虹 其中也是受到了邊境有望大幅寬鬆的消息 像是旅行社族群 以及航空雙雄 今天表現都非常的亮眼 中場市收在15278點 上漲了78點 漲幅為0.52% 成交量為2103億 週限是終止了連期紅 本週是跌130點 貴買的部分呢 漲幅為0.53% 成交量為791億 來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 今天是同步買超台股 外資是買超34億 投信是持續的買方 買超為21億 總合計為70億 老師講到這邊呢 來問一下您了 因為本週的週限是收黑 不過我們日線看到的是 連續兩天的反彈 想問的就是下個禮拜 多投有沒有機會往上攻 好 那我想這個問題 應該大家都蠻想知道的 因為如果就這個禮拜行情的話 確實大家看一下 前面三天是收跌的 然後呢 結果在這兩天去做一個反彈 那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當然 不曉得你什麼 假日應該會看到我們節目 那 因為在8月26號 就今天我們錄影時間是 禮拜五的晚上啊 10點鐘的時候 鮑威會在全球央行年會 去報表他的談話 所以 上半週的話一些 就是怕他亂講 或怕他放出太 太釋放鷹派的 這樣的消息的人 都已經先離場了 那這兩天的話 敢在流昌的人的話 其實就不怕他講什麼 所以這有像是 利空遁話 利空出鏡這樣一個過程 那如果就目前周線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切一下周線的K線 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禮拜 他 終結了連續7個紅K的周線 那這個禮拜的話是收黑 大家擔心說 會不會漲勢有告狀的問題 但其實我要跟大家 回歸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有 不斷跟大家提醒到的 是在 所謂的國安基金 你問我他有沒有互盤 我會告訴你 有 他很努力在這邊去做一個互盤 但是他互盤的這樣動作的話 是一個互疊 但是不會去做一個 硬拉毯子這樣的過程 是 所以會發現說 其實前面幾根 它都是紅K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都是用那種 拉下影線紅K 拉下影線紅K的過程 會發現其實前幾根 好多那種下影線出來有沒有 感覺有支撐 對 它就是 只要一疊 它就會往上拉上來 那這個禮拜 雖然它是收黑 可是其實也是一樣 它也拉出一根下影線 也就表示說這個 所謂的互盤的力道依然在 那只是他沒有去做一個 往上去做拉抬的過程 所以如果就後續的行情來說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請投資朋友 稍微把所謂的大型股 跟小型股 去做一個分開看的 要分開看 對 因為畢竟大型股 無論是收漲或收跌 它會在下跌的過程中 把它拉上來 可是它不會往上拉 拉上去給你看 因為拉上去的過程中 自然會有所謂的 外資的賣壓 這樣的現象 可是我相信有一些 中小型的股票 會在這邊 會先去做一個脫穎而出 甚至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這個時間點 有一些補償股 正在默默去做一個 起漲跟發動的過程 沒錯 所以今天呢 又要幫大家掌握到 就是準備要起漲的股票 到底有哪一些了 好老師 那既然有機會呢 下個禮拜的話 會有多頭繼續往上攻擊 但是對於操作 想要買進的朋友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比方說 像這禮拜漲很兇的 就是在生計股族群了 就想問這個漲多的話 能夠追嗎 好 我相信Coco問了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那個 高難度挑戰的問題 我應該這樣講 來 所謂的生計股的話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它會比較偏向於 近期在漲的時候 它是屬於一個類股輪動的方向 就是電子休息了 可是你會發現說 黑手就來拉所謂的生計股 那讓這個市場上面 維繫一個資金輪動 跟維繫一個人氣的過程 可是我要老實說 因為畢竟生計的這些族群的話 到目前為止 就算合一好了 它剛通過它的新的 就是一財的這個腰症當通過 它可以FDA在美國那邊去做一個銷售了 可是呢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實際的銷售數字 可是這個時間 它已經先標給你看了 所以它是走一個本夢比的過程 那本夢比這種股票來說的話 我會請大家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說 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有沒有這顆心臟 心臟 跟他們拼這種本夢比的股票 如果有 那請你第一時間你要做的話 請你追最強的 就是天國一輝四檔股票的話 唯一我相信只有合一 是屬於那種最標的股票 那天國一輝 比如說像是中天跟合一 他們是母子公司的型態 然後信國 信輝的話 他們也是母子公司 所以信輝跟信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一波 有人想要做那種所謂的補漲 就是看到合一飆了 然後去買信國跟信輝 可是其實你有可能會 買在那種 就是那個短信那邊補漲 可是先跌給你看的地方 所以 回來到剛剛那句話 就是如果你心臟都夠大顆 你只能追合一 是 那如果你心臟不夠大顆的話 請你離開這個族群 離開生技股族群 是 因為有很多的股票 正在這邊有那種低點 讓你去買進 因為這些點 你就做那種最高的股票的動作的話 會是一個比較高風險 但是未必會有 會有高報酬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是其實要跟大家說過的地方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 要去買所謂的生技股票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從題材面 去選股票 因為他們真的是靠題材 去做一個發動的 所以今天 那個加碼一檔股票 給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你可以找那種所謂的有題材的 然後 那個剛可能剛開始要起漲 那個才比較有機會 老師有題材是說 他比方說他有新產品 或是有新市場這種嗎 有機會 對 比方說像是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檔個股的話 現在同一片 來6586的唐基 是 那他是做新藥的 那他最近 最近有可能會去發酵的題材的話 是在他的新冠 可能有刺賽疫苗那一塊 那這一塊的話 其實目前看起來 他有一些進度 那因為他其實之前 跟中研院有一些淵源跟關係 那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幾天 他的股價這邊整理 整理很久很久很久 突然一根這樣上來 那這種股票的話會是 現階段 不要去做追告生計 或者心臟不夠大顆 那你還想要拼拼那個 拼拼看有沒有那種 題材股票的生計的股票的話 你可以留意這種股票 那我要另外補充一下 因為唐基他現在目前是 屬於新貴的部分 那新貴現在目前有一個叫做是 他沒有漲地不限制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 新貴或生計的時候的話 請問問你的心臟夠不夠大顆 如果夠大顆 你再來看這些相關的股票 不夠大顆一樣的問題 請你遠離這些股票 嗯好謝謝老師 就好像是在 我們在玩撲克牌 玩心臟病一樣 如果沒有這個心臟的話 我們就不要來做這樣子 已經漲多的股票了 好那既然我們心臟不夠大顆 那有什麼樣子的標的 我們可以留意呢 是不是往超跌股來看 好那因為其實後半段的重點的話 我們幫大家去分享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現階段喔 你可以找到一些 還蠻不錯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 他們應該是說 搞不好在6月份 那時候有想要去做發動了 對 可是呢卻被那個全球的行情 去拖壘拖下來 所以無論什麼行情 把它拖下來之後 你發現說明明人家不差 硬是被好壞股通殺 通殺下來之後 他在7月份 8月份 這邊去打出一個很漂亮的底部訊號 然後呢隨著這個底部訊號確立之後 他重新回來到了月季線之上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這種股票 也就是打完底部了 然後呢轉強向上了 趨勢對了 然後呢買盤進場了 這些相關的股票分享給大家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今天第一檔 一粒店 那不是我硬要挑這種漲停的股票給你看的 而是呢他真的在今天就去漲停了 是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一粒店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他那個6月份 應該是7月份的時候 跌了一大段 應該是說他從2月之後 跌跌跌跌跌跌 然後用7月份最後一次補跌下去之後 打出一個底部出來 然後呢你如果再去留意他一些 最近是誰買的話 你會發現說 怎麼投信也在這邊去做一個默默進場佈局了 那進場佈局之後的話 他也帶動他的股價轉強向上 然後呢如果你看到他的那個獲利的數字來說的話 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上半年賺1.24元 已經賺以去年全年0.82元了 他是做就是那個 就是做車用的抬頭顯示器 所以他也有站穩的叫做是一個趨勢成長的角度 所以這種股票會在下個禮拜 我會覺得讓大家去好好去關注這種所謂的 低位階剛轉強的補漲股 所以低檔的股票的話是宜利店 好那另外一檔呢是信華 這個可是千金股呢 是的 他不只是千金股 而且他是當今的股王 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信華的狀況 因為其實信華他剛也剛開完一場法說會 那這場法說會呢 我把那個當時的情境跟大家做一下描述 他說他第三季 一樣是需求減弱了 所以他第三季應該會掉 那第四季的話因為他有就是新品出來 所以他應該會恢復他的成長動能 那他的目標 年度的年增長的營收目標45% 依然沒有改變 那結果發現說 結果他就那個在買盤進場 就是你會發現說其實 投信家這邊說一個默默 默默進場佈局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說 既然信華就告訴我說 我們今年的年增的目標沒有改變啊 那之前是在殺什麼意思的啊 一樣你看他那個就是7月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段這樣的下跌 就是那種類似像末跌段的概念 跌完之後打底 打完兩個月的底部之後 重新回來到月季線 法人進場買進 趨勢對的股票 是 就是展開他的補漲行情 所以這種股票的話很多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話 第二檔股票的話 是信華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分享 好那另外一檔呢 是同心電 好那同心電的狀況 我覺得也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他其實也是一樣 他公佈他的那個季報 那他的季報的話 上半年喔已經賺了10塊錢了 那如果以去年的表現來說的話 他上半年的營收是70億 然後呢比去年又同期還成長了7.5% 然後呢結果沒想到 然後呢另外的話 他也要到車用那一塊 然後他也說了 車用的那一塊持續成長 然後去cover那個消費端的一個 就是消費端那一塊的一個低迷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同心電 他是正在轉型的中的同心電 所以他轉型中的過程來說的話 似乎也受到一些買盤的一個青睞 所以他也打出那個7 8月底部 重新回來到了月限和季線之上 所以這種股長的股票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選股的角度 找到一些所謂的落後補漲的股票 那會是下個禮拜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方向 老師如果觀察指標就是拉底兩個月 而且站上了月季線之上 而且投信有在買的嗎 我覺得是的就是那個 因為如果底部訊號 或是說底部已經打了這麼久的底部的話 不要是說有人正在這邊 就是一個逢低默默的佈局 他不是硬買買上去的 他是發現說最近行情不太好嘛 那我們就買一點買一點買一點 然後就不知不覺 就買出這個兩個月底部 那買出兩個月底部 真的是花了蠻多的時間打出來的 所以這種真的是 比較屬於一個有耐心的買牌 有耐心 對 所以它往上的過程來說的話 會是一個有耐心的一個波段的行情 那另外的話 剛剛Coco講到一個重點是 我可以留意投信 那為什麼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你大小分開看 大型股外資還在提款 可是呢 小型股避開外資的這種個股來說的話 其實會發生說 其實那個 我們的投信正在 像連續已經買超了45天 沒錯沒錯 這已經創下了史上最大買超了 所以他們有一個任務叫做是 座帳 有一個任務叫做是 護盤 有一個座帳 有一個任務叫做是 所以這些股票的話都是小型股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部分喔 好那大家呢 要選擇跟投信一起做的話 就要往小型股來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是政達 好那政達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倒沒有投信了 不過它很厲害 因為它是鴻海集團的玻璃廠 玻璃廠 對它是國內最大的 玻璃薄化跟拋光廠 那因為其實之前我們跟大家聊過 鴻海的轉型的那一塊的議題 那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因為它的十月份 就是它的第一台的電動車會來亮相 而且量產喔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鴻海集團的小朋友們 是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話 有一些題材面 因為其實我就看政達的話 獲利我覺得叫普普一般一般 可是我就有所謂的時間 跟所謂的題材面角度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 一模一樣 七月份最後的打底 最後的落底 然後七月八月打出來的底部 那在這兩天 就拉出了兩根長長的紅K棒 就算拉出兩根紅K棒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有用短線上面大漲過後 可是呢 如果就位階的表現來說的話 它到目前為止 還立它今年的這個高點 還搖搖搖搖搖一大段那邊 所以如果這邊就是 兩根上來之後 整理之後 我相信還會走一個 就是所謂的轉型 轉型的鴻海的集團的 小經濟的這樣的行情出來 好 那這是政達 下一檔是群聯 好 那群聯的話 它也是一個很苦命的群聯 因為如果大家看這個時間點的 記憶體也好 或像Namefresh也好 其實如果就這時間點來說的話 大家會想說 消費這麼疲弱 記憶體也不會好 可是呢你會發現說 怎麼又一樣的線型又跑出來了 這個有沒有發現 七月份的最後打底 落底之後呢 七月八月不跌了 然後呢這邊去打出一個底部了 那大家再留意一下 其實群聯喔 你會發現說其實前一波 投信也在默默的低檔的吃貨去做佈局 大家可以學一下那個 那個群聯的投信的買賣槽狀況 給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他前一陣子開了一場法說會 然後呢潘建成執行長 他說第三季 他真的受到了大環境的影響的表現 真的是低於預期 可是呢第四季的話 有機會出現所謂的 耶誕節的補庫存的商機 那下半年的話 利拼持平於上半年的表現 所以這種股票叫做 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然後呢 似乎有點像是打底過後了 然後似乎有點像說 公司也告訴你說 我委屈很久了啦 可是至少第四季 回復一個成長動能 然後呢這個時間點 就變成是法人認同 底部進場 然後佈局 這樣一個所謂的補長股 很好的一個時間點喔 是那今天呢 幫大家要掌握了這五檔補長股 大家可以好好來留意一下 不管你是要觀察這個月季線 或者是呢投信法人 他們有沒有在做買超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好好來留意了 那我們今天呢 也非常謝謝老師囉 也要記得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上六點半準時的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加分享開小鈴鐺 螢幕上也有老師的light 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都歡迎可以私訊老師來詢問老師 因為老師呢 不管是在盤前盤中跟盤後的訊息呢 都是非常有資訊的可以提供給大家囉 那再一次謝謝老師囉 謝謝 掰掰